韓國瑜招報申請移民加拿大 誠治中三 找好後路 難怪贏一國兩制 最新一期《易周刊》爆料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4月2017年曾申請居家移民加拿大 並申請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如果這個報道是真的 我們心中是很痛 台灣沒有翻船 不平准的一定準備票則 很開心票則 2017年 放棄台灣 2019 跳出來要選2020的總統 幾名跳足 幾名親身總統 陳水扁志子 陳志忠批評 如果隨時腳底抹油落跑國外 如何能與2359萬人共生死存亡 不滿酸韓國瑜 以一國兩制 是因為已找好後路了 保衛台灣 中老台灣 生在台灣 死在台灣 這些字眼 在韓國瑜的身上 變成一個笑話 國民黨的總統選舉變成一個大笑話 變成對台灣人民最大的屈辱 沒有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再重申一遍 我自於中華民國的國籍 單一的國籍 全家人也都是單一的國籍 除了這之外 就是一張健保卡 一張國民身分證而已 去一週刊調查 韓國瑜在西元2017年5月 參選國民黨黨主席勢力後 同年暑假 即以陪小孩看住學環境為理由 全家人一起到加拿大住了近兩個月 並申請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同一九月韓國瑜板台 接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 並於2018年同意參選高雄市長 幕僚建議他 為了避免將來淪為競爭對手攻擊話題 因盡早放棄申請 韓國瑜當下也答應回去取消 2018年5月 市長黨內初選期間 極有人質疑加拿大國籍問題 韓國瑜當下即可駁斥 強調自己若有綠卡 或任何其他國家國籍 便立刻退選 選上中華民國總統還有四年的時間 未來這家週刊 它會出兩百多期 只要任何一期查到我有雙重國籍 我可以跟所有台銅金馬的同胞來承諾 不可以有雙重國籍 即使選上總統都必須要辭職 韓國瑜強調可受公平 絕無雙重國籍 並大動作表示 若有不實輿論影響選情 絕對提告 再重申一遍 如果有毀謀傷害妨害名譽的 妨害選罷法的話 我們一定會依法提告 東新聞高雄報導 成為一把自己的外景 和人無所謂的 神經典 婚子 吉他 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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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子